所以说到这 佛要跟徐伯提打招呼 徐伯提 你对这一段意思 你怎么想的呀 你怎么看法 佛又再问徐伯提 例如说 如来得恶了三婆三婆提 也说佛正了正等正觉 那徐伯提 当然是因为正确的了 佛你是正的正觉了 如来有所说法也 那佛了几十年 就是讲经了 说法 教化众生 佛问徐伯提 你是不是看见佛 成了道了 成了佛了 忘了说法教化众生呢 徐伯提啊 就入实打 徐伯提 师尊 如我解佛所说一样 说现在我明白了 我现在知道佛所说的 恶了多了三婆三婆提 没有一定的 什么法教化众生呢 也无法如来可说 有法如来可说吗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何以共 如来所说的法不可取 也不可说是正法非法 非法呀 非非法呀 对呀 不对呀 都不可说 所以这和 一切贤上 皆有无为法有差别的 徐伯提这个时候 他不随着佛的语言转了 他明白了 无为法 没有言说的 这是显现的 佛的真体 一切纵生的性体 战言即尽 不是语言能表达出来的 也没有什么叫 恶尔多罗三婆三婆提 这属于名相 说一切分别 都叫有为之法 但有原说 独五十一 这一切的 菩萨所证得的果位 二成所证得的果位 他们所证得的不同 见真理呀 有大小深浅之别 是有差别 但是这个差别 都是不可取 不可说 说非法 是错误的 说非非法 也是错误的 但有言说 独五十一 一切言说 只是表达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呢 我们大家可以这样想啊 我们说火的时候 你说火 并不是火 人家说火 人家灯里头点的是什么 那是火 那是火 当地说火 不是火 为什么 说火就是火 那把你嘴就烧掉了 那是火 你说什么 是指一个表示而已 那么佛所说的法 只是让人家领悟而已 领悟了就放下吧 这个含义啊 这就叫你悟德 无相 无相的真理 没有言说 但有言说 多无实意 言说是表达的意思 叫你懂得 跟你说火 你感觉热 跟你说水 你感觉是流动的 不停的 但这语言不是 语言只是表达而已 所以佛说一切法的时候 是对机说的了 不是无敌放肆的 因为 因为 须佛提 解答了 到这个时候 经过这些辩论 须佛提已经明白了 像我们众生本具的心性 跟佛是无二无别的 你成佛 也不是外边得来的 现在你迷了 做众生 也不是失掉了 迷了就是不显现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得 俄罗多勒 三秒三不提 不是因为修炼 才得到的 假如修炼 磨炼 是你自己本具的 而显现而已 那祝福修成了 众生本具的 魅修成 没有修 就是这个意思 像金子 在矿石里头 夹在矿石里头 你魅力都取出来的时候 是石头 并不是金子 等把石头都去掉 在矿石里头取出了金子 经过锻炼 经过磨炸 才能显现 就是这个一样的含义 因此啊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是非法呀 是非非法呀 是对呀 是不对呀 没有这个定义 为什么 一切贤身 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的呀 无为之法 他的体 不可思议的 咱们一说的体呀 我们的思想就想到 有个实在的东西 法体是没有实在的东西的 把它比喻像虚空一样的 空有实体吗 没有 等我们要明白我们这个心了 那可大的不得了 所以像华安经说 广大入法界 究竟入虚空 那是我们新的本体 跟太虚空一样的 片门法界的 这个都显新的 这一段经文啊 是我们这个 金刚经的重要重点 如果徐普提问佛 愿何住心 心整住 愿何降伏的心 就说我的心不住 我降伏不了我的心 这就佛给他说的 都是住心 降伏的方法呀 咱里又举个例子说 心本无声 因静有 说你这心啊 这么静下来的时候 什么境界都没有 假使有个现象 就喊你的名字 这就静下来了 你这人叫你 这叫因静有 因为有境界象 才显现 没有境界象呢 他就不会显现了 说心本无声 云静有 遇到什么个缘 遇到什么境界象 你心就马上升起了 什么境界象都没有 那心就无声 这境没有了 你心还有吗 心也就没有了 所以我前头讲的 无心道人 等到你的心都没有了 成了 那个无心 可不是说是妄 没有了是真心显现 真心显现 等你狂心顿歇 歇吉菩提 你智慧可就成就了 这就成就了 这段意思啊 就让明心见相 不过不像禅堂那么 让你一句话不说 掺 这个给你解开了 说 这么大的无心 再说前进 你任何不执着 你不执着跟你毫没关系 毫没关系 什么事物跟你都没关系 你一执着 什么都跟你有关系 就是这样 因此呢 如来所说的法 何以共 如来所说的法 不可取 也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呀 说佛说的法对呀 是不对呀 但有言说独物事业 因为什么 它是无违法 所以这和 一切贤胜 皆有无违法而有差别的 不是有违法 显现的 这个道理呀 红巴木预判的 特别木在家的道友 他没法理解的 那你可以从初步 最初入手 对 所以你的心 你坐这 没有生 外边有个警戒相 你心就随着警戒相 就生起了 对 什么警戒相都没有 你进去了 你的心什么也不生 等有人喊你 喊你的名字 你心马上就兴起了 又跟你说些个什么事 就心虽竟转 心虽竟转的时候 那你的心呢 就不是真心了 是妄心 所以妄解就是转 这个道理不是我们现在 听这么几句话就明白 那就没有众生了 都称佛了 这个中间 还要你很多的 去修想 去修想 因为在如来所说的文字 语言文字 只是给你一个代表 一个符号 让你带这个 它取得印识 取得印识 你不要产生了虚妄的知见 你要悟得 悟得什么呢 无相 没有相 诸法无相 诸法真实 凡所有相 结束虚妄 只有相就是假的 它要坏 它要消灭 无相 还有消灭吗 谁能把虚空 消灭掉 就是这个意思 说 知己越多了 对你本心 距离越远 所以说 一发不生 一念不起 这样的纵生 容易达归本心 但是一些法 所有的言说 佛说法是音机说的 有什么样根基 给它说什么样法 但是你不被明心的人 永远成不得佛 必须得明心 所以 明心呢 就了达你自己 例如说我们念金刚经 金刚经叫我们观 观诸法不生不灭 如果你不是个正人观 你口里念 你心里不去行 你能得到吗 佛叫我们不贪 不称 不吃 咱们举个例子说吧 人家惹了你了 骂你了 你脑子里就没个我 你不会生烦恼 对 你有个假名 你张三李四 人家骂张三 因为你是张三 你不舒服了 如果你要是李四呢 他骂的张三 跟我没关系 就是这个含义 如果你没像 什么像都没有 那你对一切都不执着了 任何事物 你都放得下 看得破 每个众生 他都不这样去想 咱们下生带什么来了 你带来什么东西来了 等妈妈生母的时候 你什么也都没有 当你死了之后 现在火化 给你一烧 哪个是你呀 你害有什么 生你没带来什么东西 等你死了 你也什么东西带不走 什么也都不是你 这个道理很简单 明白吗 人人都明白 这个很简单 人人都明白 但是为什么人放不下呢 这个中间有一个 忘心 就是那个心不邪 所以对一切事物 你必须得 加深入理解 经常观 咱们在语言当中 随便说什么东西 全是我地 家庭眷属 一切物质 都是我地 中间必加个戒词 就必加个地字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我 我地都不是我 但是属于我地 我地不是我 你把这个地字去掉 那我在哪里 我的眼睛 我的耳朵 我的头口 我的身体 你一个身体 我在哪里 这个是我地啊 那我呢 这个叫我们观 观就是你思维想 想就是我们修相 你每天这样修相 那你等你把我找到了 就开悟了 所以我们说开悟啊 明白了 这幼体不是我 那说明了幼体你死了之后 你还有个真我存在 人们说死了死了 死了不了 死不了 什么呢 业还随着你 假使百千戒 经过亿万万年 你所造的业 就是你做的业 是善或者乐 不了 所作业不亡 随着你 你欠人的 一定得还 就是你业不了 说假使你修道修成了 一下空灌成立了 了了 再一下子永远了了 空了 因为世间人 都在做的福德 前段的文字 都辨别是智慧 只讲智慧 那以下段文字 佛就用那个 福德 物质 来形容着 来形容 形容什么呢 形容这个德式 形容着有无 形容无念 形容无助 虚伯提 云合 说你怎么想的 凡是云 云 云 和 佛都问虚伯提 说你怎么思考 说你怎么想的 佛就跟他说 说要是有个人 有好大的财富 满三千大千四戒 七宝 有这么大的财物 咱们不如说三千大千四戒了 咱们就说 有我们江西这一省的珠宝 所有地上 专满的珠宝 整个三十地 土地上头 都是珠宝 这个说得大了 三千大千四戒珠宝 一个佛所管辖的地方 拿来做什么 布施给别人 以三千大千四戒珠宝的 这样来布施 那这人说得的福德 该多了吧 另外多不多 西伏提案甚多呀 这个福德呀 太大了 为什么我说得多呢 四尊 何以过 我说不是物质 说是精神 福德极非福德性 是故如来 说福德多 不论三千大千四戒七宝 还是有穷尽的啦 它还有尽的 才只是三千大千四戒七宝 还不是释放三千大千四戒七宝 这是显的意思啊 说尔宝 这么些个七宝来供养给众生来布施 福德该多吧 那么虚伏提就解释说 是福德极非福德相 是相 不是性 你数量再多 还是有劲的事 要是福德提呢 那就不劲了 这个所说的空业 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些物质 它毕竟是有限的 有数量的 不是才一个三千大千四戒七宝吗 还是有限量的 因此 它的体 性 那是真多 所以虚伏提说 甚多 甚多不是相 福德极非福德相 史实固如来说福德多 福德不是福德相 这一段就告诉我们 般若的智慧 是无穷无尽的 虚伏提是以智慧来达的 佛说的是以相上来说的 相 有相皆归尽 达什么正到无为 那个福德无穷无尽了 凡是有为法 都有尽的 那佛呢 举这么个例子 要是人满三千大千的 这个福德 很大吧 虚伏提拿理上大的 佛说的呀 福德极非福德相 这个福德不算多 福德性才算多 那福德性是什么 是空 但是是圣意空 就含着无量性功德 如来说福德多的意思 福德极非福德 世明福德 这是那四数 虚伏提大呢 那理上大 佛说说的是四 四能显礼 用礼来称色 佛说这个意思是比喻的 不是显这个的 是显什么 显你能够听到金刚经的 受死金刚经的 显这个福德 佛跟徐伯提说 要是有人 于此经中 于此经中就是金刚经 受死多少呢 四句 就是四句话 一个祭圣 就叫祭圣 要人欲了之 三色一些佛 因光法界性 一些微信账 这四句合起来 叫一个祭子 你对金刚经 仅仅仅受辞四句话 不但自己受辞了 还需给别人说 那这个福德可大了 大到什么程度 比那个 以三千大千世界 七宝布什那人 比那福德大多少倍 那是有相的 这个是无相的 何以过 佛的自起啊 自设问道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虚布提啊 一切祝福 其祝福的 俄罗多乐三秒三不提 皆从此经处 说一切祝福 所证得的果 成了佛了 都是因为 德文德学 金刚波罗波罗密经 才能成德 证德 俄罗多乐三秒三不提 不是一佛两佛啊 一切祝福 乃至佛所证得的 法二多三不提 都是从金刚波罗波罗密 来出来的 那这个功德可大了 那不是世间财物了 因此 受持金刚经的四句祭 不要多 只有四句话就可以 完了不但自己受持 而且还给别人说 那这个福德呀 比你用三千大千四戒七宝的 不是大得多 那是有相的 这个是无相的 无相的 永远不可坏 有相的都是有尽的 这个是无尽的 因此 一切祝福 的成佛 都是以金刚波罗波罗密的智慧而成就的 那佛呢 又把众生执着这个法 徐佛提呀 所谓佛法者极非佛法 不要执着啊 你执着就不行了 说在金刚经 钱都说 后头就钱 钱呢 就是让你不执着 一执着 一执着就不泄脱 一执着就有形象了 但说有相 都是虚妄 这是无相法门 知道吗 大千四戒 是有相的 而佛正的 二十多三百三十 是无相的 这咱能相比啊 说持经的功德 是让你去一些执着 去一些障难 说将来圆满佛果的 一切祝法 一切祝佛的成就 都是从金刚 波尔波罗蜜 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现在学 金刚金刚 波尔波罗蜜 尽管 我们还不能深入 还不能误得 你就从现象上 能听到 金刚波尔波罗蜜 多的这个名字 功德 功德无量 为什么 这是无相法门 因此 你闻到金刚经 一句话 胜过你得四千财富 三千大千四千 因为那个能失掉 你这个闻了金刚经 波尔波罗蜜经的种子 永远不会失掉 永远不会失掉 所以说 一切佛从此经出 一切佛从此经出 这是要真替理说的 要金刚经的真实性 金刚经说 产生的真实性 因此 而说 一切祝福 皆从此经出 远远在此 那么学金刚经 波尔波罗蜜经 你能遇到 你的耳根 能听到 这么金刚波尔波罗蜜多 这个名字 就有这么大的 善根 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但是你要受此 你信 信产生力度 有力量了 有力量就领受 不挂信 而要领受 要人预料之 三切切佛 因观伐结性 一切未心脏 这四句话 你要能够 经常这样念 经常这样理解 这个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 你要能把金刚经 说现在你没开悟 没有正德 如果你一天念一遍 念上几年 如果念上十年 你对全经的意思 你虽然没有大乘大悟 你已经就明白了很多了 这叫受此 对 受此之后 说产能的力度 那就更大了 更大了 那么一只金刚经 而开悟 悟得了 悟得什么了呢 你就是了生死了 不受生死轮环 说妖术 没有这个种子 种下去 你生死一定了 今生未了 来生 来生未了 再来生 因为这种金刚种子 在你的根深 铁骨思想里头 它种下去了 它要生根 它要发芽 它要成长 你生生死死的 都会受此读诵 因此你联想到 我们现在 能听到金刚经的名字 咱们前头已经讲了 前面佛已经说过了 不是一生二生 千百生 所受此过的 那是亿万生 不愿你遇不到 遇不到金刚经的名字 那听个名字都不容易 你还用得学它义理吗 所以以下呢 佛就讲 住相无相 乃至住相 一迄相 一迄相 是希望的 一迄性 是真实的 一向无相 以下就讲 无相分 不要致着 咱们的融体是假的 随时消灭的 但是我们这个性体 永远不会消灭的 徐陀佛提与云合 佛又问徐陀佛提了 说你怎么想啊 徐陀华能做思念 获得徐陀华国防 徐陀佛提言佛也四尊 合一共 徐陀华名为入流 而无所入 不如三圣相为出法 是名徐陀华 这个是讲的意思啊 一相无相 上文所讲的法 是不可取不可说 那人家就一会儿了 那那个生文所证的国 是真的是假的 是不是证的 那不是有诀吗 有证吗 因此佛这样子 假设正在问他 徐陀佛提 你怎么样想的 徐陀华能做思念 获得徐陀华国防 说证了出国的人 徐陀华是证出国的人 说证了出国的人呢 他是不是有这样想法 他说我证到徐陀华国为了 徐陀提案 佛也四尊 什么缘故 徐陀华名为入流 而无所入 不如三圣相为出法 是名徐陀华 那这是出国的圣人 徐陀华呢 就是看破了 对人间的事物啊 他看破了 他把贱烦恼断了 贱什么不起分别了 这是说挣了果呢 断了祸了 迷惑呀 不被这个贱的迷惑 佛问徐陀提 说你怎么样想的 徐陀华 挣了徐陀华果位的人 他是不是有这个念头 我得了徐陀华果了 我挣了出国了 徐陀提案 佛也是说 徐陀华果的说 不是这个样子 什么原因呢 徐陀华名为入流 入流啊 入了圣人的流了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都是圣人了 所以他们全部聊生死 已经把贱货断了 入流无所入 为什么说 我说说呢 不若塞生相为出法 对六臣警戒相 他不起分别了 他不为六臣警戒相 所转 这叫证了出国的圣人 那么一般的 没有证这个果位的人 那么剑塞 就起分别 温生 也起耐证 相为出法 都知装 贪扯 有是非观念 徐陀华正得了 对这个赛生相为出法呢 他不起分别 没有迷惑了 他明白了 全是家地 不为赛生相为出法呀 所迷 就这样意思 咱们凡夫呢 就被赛生相为出法而迷 吃好的 穿好的 有分别心 有贪耐心 有贪耐心 正了出国 他在这些个事物上 不起贪耐心了 不去分别心了 因此 就正了国了 断了这种迷惑 咱们贪耐心 分别神了 等了 正了出国的人 他贪耐断了 他不起分别了 但是这个 断这个货 看来是 冲凡入圣 但是这一步 非常难 在凡夫 突然正了圣果 那佛形容着 如四十里路 即流水 说从那个三坡翁下流 大概四十华里 那股力量 能够把它断绝了 使它不流 它有这么大力量 咱们贱骰 生贪耐心 好的 就想取 不高兴的 就想舍 舍又舍不掉 取又取不着 这叫迷惑 正了出国的圣人 他没有这种思想 他能断 所以佛形容着 入断四十里 即流水 但是 看来是 入圣道的时候 这个是第一步 但是在这大福祉 看着这出国呀 看着很小 或者在我们 一般的母出家 学了佛法的 都有出国圣人的 这小果 正不正 没什么关系 其实是 你能断了这个 见货无分别 就很难很难了 很难很难了 咱们见什么 起贪耐心 见什么 起分别心 因此 而造的业 造的这个 眼业呀 很重很重 若能够把这个 断了 第一步 达到了 但是这也是 入空意呀 也入空意呀 在这个空地当中里 没有 都塞生香味出发 也得悟到空里 那个叫断断 悟到空里叫断断 因为徐德环 他现在 入到圣灵 入了圣位了 入了圣流 从凡府地出入圣流 对 已经 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他见什么 能够断 太耐心 那我们呢 被塞生香味出发 六臣警戒 就把你牵引了 牵引了 你随着外头的 业员转化 外头的业员 你健身分别什么 健身谈来什么 所以 能断个见货 把六臣警戒 不被他牵引 已经非常不容易 但是对我们说 波尔波罗密的人呢 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 不是我们的目标 那 下一回再讲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好 好